日前有媒体爆料,IU去年1月在经济到果川市购入的房产和土地,因政府推进的GTX计划而升值了23亿韩元约人民币1400万。 在媒体公布这一消息后,韩国网民纷纷质疑IU当初购入房产和土地,就是以赚取差价为目的的投机行为。 IU的经济公司当天上午发表声明,否认了有关IU投机的传闻。 IU的经济公司表示,IU购买的房产,现在作为IU母亲的事务所、IU个人的工作室,以及IU后备跟手的训练室使用。 IU完全没有出售这些房产和周边土地的计划。 IU的经济公司还表示,IU购买的房产和土地都不在GTX开发范围之内,所谓升值23亿韩元也根本是无稽之谈。 IU购买的房产和土地都不在GTX开发范围之内。